天文台在今早4點15分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按照現時預測 一號戒備訊號會在今日預下時間維持 看回最新的衛星圖像 可以見到在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 在過去幾小時移動緩慢 以及有所增強 在上午11點時 它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760公里 預料大致會移向海南道一帶 今天都會和香港繼續保持超過500公里的距離 至於另一隻熱帶低氣壓在台灣海峽 只是逐漸減弱 所以按照現時對這兩個熱帶低氣壓的預測 我們預計一號戒備訊號會在今日預下時間維持 市民應該採取防風措施 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至於本地的天氣方面 看回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和兩個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咒語 只會影響廣東越岸 所以本岸方面 今天天氣會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亦有咒語和雷暴 今晚會有幾陣狂風咒語 風方面是吹和喚的東風 離岸風是在間中清靜 至於展望方面 預計明天間中還會有咒語 到星期四的時候 咒語會減少 到星期五和周末期間 會是大指天情和酷結